是谁给了你希望呢 就是那位我在医院里碰到的女医生和我一直在看的咨询师给了我希望 我们后来还被转接给了一位婚姻与家庭治疗师 丈夫和我一起去接受治疗 她帮助我们重新产生了家庭邻居力 后来我又在一家心仪的公司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 逐渐减轻了心理上的压力 此外我儿子也开始上幼儿园 这也让我松了一口气 但是不能时时刻刻和她待在一起 实在很煎熬 尤其是在我努力恢复正常的时候 我不能说我立刻就好转了 但是就像拼图游戏一样 我从一小片一小片开始已经开始献出雏形了 我知道自己正在好转 因为我又会笑了 在此之前是不会笑的 抗精神病药让人感觉麻木迟钝 这种药物有时候让我感觉恨不得从自己的躯壳里面爬出去 有时觉得自己的动作就像僵尸 我认为停止服用那些药物也有一定的帮助 你是在什么情形下被诊断为患有双向障碍的呢 1999年 正好在我们搬家之前 那个时候儿子已经四岁了 当时我已经暂停了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 而且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我们全家一起去野营 我猜大概是兴奋的旅行让我太投入了 我感觉邪恶的力量正在悄悄前来 心里充满了恐惧 几乎无法入眠 我当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认为自己应该去帮助别人 当我们开车经过一个破败失收的飞机场时 我让丈夫停车 因为我突然觉得必须下车去祈祷 他不想停 但是开得很慢 所以我从我们的乡市货车上跳了下去 朝着机场跑道走去 我一边祈祷 把机场的跑道都走了一遍 我看见远处的丈夫正在和什么人讲话 当我穿过跑道的时候 看见了一辆警车 这辆车跟了我一会儿 然后一位警官下车朝我走了过来 他很和气地说 来吧 让我们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又回到医院去了 显然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医生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想法 除了产后精神病 我还有别的问题 回到弗洛里达后 医生给我开了新建物定计 但是没有一个医生 直接说你有双向障碍 他们可能和我丈夫讨论过 但从来没和我提起过 在我们搬家前 我去见了一位医生 他建议我到了新的居住地后 去找医生谈谈 关于药物选择的问题 但是依然没有人说 我们给你开这种药 是因为你有双向障碍 这又一次 让我感到失望和沮丧 医学界并没有意识到 即使人们患了精神疾病 他们也是可以接受有关知识 并理解自己的病情的 搬家之后 我找了另外一位医生 他给我开了一种名叫 加巴喷丁的心境稳定计 我的状态保持得不错 就在那一年下半年 我和产后支持国际组织 取得了联系 我开始自学有关产后精神病 及产后抑郁症的知识 想尽自己所能帮助其他人 我致电产后支持国际组织 接电话的碰巧是该组织的创始人 简·霍尼克曼 当时他正在接听热线 我告诉他自己愿意做一切 力所能及的事 我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到 产后支持国际组织的工作中 后来成为该组织 在弗鲁里达西北地区的协调员 2001年 德克萨斯州出了一件事情 一个名叫安德利亚耶特的父女 得了产后精神病 把自己的孩子们溺死了 这件事情让我彻底惊呆了 作为亲身经历过这种疾病的人 当时我的心都碎了 这时离我当初患病已经五年了 我以为我们对这种病的治疗 已经有了一些进步 当得知这一不幸的事件时 我觉得自己在精神上被打垮了 产后支持国际组织 对亚耶特进行了援助 那也是美国对产后 心境障碍的讨论 开始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时期 2003年 我丈夫去了国外 那段时间 我不得不又一次住进了医院 按计划他要离开六个星期 这也是他离家最长的一次 到他的行程快结束的时候 我不得不寻求他人的帮助 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料理家务和一日三餐了 不幸的是 这时候我的病越复发了 当我带着儿子 看完小儿科医生回到家 就看见我的牧师和两辆警车停在我家门前 他们说要带走我儿子 可能要对我实行贝克法 贝克法呢 是佛罗里达州的一项法律 允许当局强行将精神病患者送入医院 我并没有像别人假定的那样去杀人 也没有自杀的行为 可是警察却来到我家 强行把我铐了起来 他们就像对待罪犯那样对待我 这让我感到怒不可遏 现在我手腕上仍然有一个伤疤 就是那时候被手铐弄的 血天贤地 他们把我的儿子送到了一位 自愿照顾他的邻居家里 所以他不需要被送到看护那里 但是我依然感到了 与儿子出生后那段时间 所感到的同样的恐惧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我 我认为他们正在想法伤害我 我吓坏了 但是当时的我已经比从前有了更多的常识 所以我告诉他们 我知道自己的权利 我要求接受自愿心理评估 但是他们不愿意听我说的任何话 我居住的地方是个很小的县 警察们在精神健康里 没有接受过多少培训或教育 后来我被送到了一个机构 和一群隐君子及没有保险的人 关在一起 也fengy 是 还是 我 是